上海飞山东近南的飞机上 女子带着一只蜜柚无上飞机 结果蜜柚无在机舱内跑了 空腹人员趴在地上找寻未果 最后全体旅客下机 导致飞机延误一小时 乘客气炸 乘客质疑活体动物 怎么过第一道安检 女子怎么携带入机舱 最后这名女子 因扰乱公共交通上的秩序 被上海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女子为了带宠物商机 惹出麻烦大事 而大陆首架宠物包机出国旅游 正式出炉 地点泰国 时间九天八夜 上海机场还请来的动物健康专家 来个新鲜检查 宠物装在航空运输笼内 办理登机手续 进行托运 安检上机 位子就在主人隔壁 机上还有特制的安全带 固定运输笼 上海浦东机场 今年前五个月 入境宠物将近三千只 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四 看好商机和需求 让宠物也能和主人看到相同的风景 TVBS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